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因为设计工作很忙 加上身体有些生病 两周没有更新 有些想念大家 大家今两周过得还好吗 近几个月来 一直在慢慢断舍离家中的一些物品 断舍离当然是挤不来的 极限生活总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直观看视频的朋友们 也许能看到些许变化 大家想要感受断舍离的快乐 我建议也可以从家中的大剑入手 这样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生活的变化 着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 想要营造断舍李的极简风格 保持家中物品颜色的一致性真的很重要 大家可以尝试从减少一些家中的颜色开始 极简舒适感就出来了 最近还在重读海边的卡夫卡 长足长心 极简生活 当然也少不了干净健康的食谱 今天想吃煎青花鱼 最近忙起来 没来得及好好照顾自己 所以今天也想在午餐上用点心 大家最近都在吃些什么呢 还是要在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